左望望,右望望,戴了口罩的姜濤各主角都感受到你胃食樣子 咦?你不是說自己胖了六磅,連經理人花姐都能令你減肥嗎? 還打算吃雪糕?你還是看看好了 曾經是二百磅肥仔的姜濤減肥之後只有一百八十度轉變 所以何時都說肥仔是潛力股 好,今年只有二十歲的姜濤前年參加ViuTV真人數《全民造星》爆紅 除了贏到一百萬獎金,加上廣告、演出、拍劇等等的收入 簡直是豬龍入水呀 原本今年公司安排了不少大計給姜濤 除了跟MIRROR開演唱會,還會去台灣拍偶像劇 唉,可惜所有工作都因為疫情煞停和延期 令姜濤都是IG神有太多不確定 不過如他所說,民以食為天呀 今日姜B決定化悲憤為食糧 見他戴著口罩,自己一定有在銅鑼灣商場賺食 他第一個目標就衝去看雪糕 見他站在眼睛看著雪糕,不過都忍得住 最後都打消念頭,轉戰看壽司 喂,澱粉質很肥的 電話到,姜B邊講電話又拍下食物 到底要向誰報告先? 買了一杯果汁之後,姜B終於決定到買什麼食物 嘩,全部都炸東西,好油膩一下 這個,這個,和這個 美食當前也是很難抗拒的 唯有抗拒花姐的命令 有東西吃,他更開心到跳起舞似行來 不過選好就結帳 只要你找到了,快點收錢,才不露眼 MING PAO CANADA